台北大劇段落成至今還沒有辦過任何一場演唱會 讓歌迷引緊期盼 但現在又被爆出遠雄把演唱會的單場票房抽成 改為無上限 引發討論 比較改版前後的收費標準 一百一十二年演藝娛樂類的全場模式 基本廠租兩百一十萬元 票房抽成比例百分之十 設有單場抽成上限七百三十五萬元 但一百一十三年一月遠雄悄悄改版 抽成比例一樣是百分之十 但變成沒有上限 議員批評 根本不合理 對此遠雄說 體育賽事是為了促進運動產業發展 及運動賽事使用率而提供使用優惠專案 但演唱會不同表演者 有不同市場表現 應該要符合商業機制 如果今天遠雄舊彈體本身的營收 都要用商業模式來積極獲利的話 我想這跟當時簽訂BOT案的契約精神 完全不符合 那這樣子他是不是要把商業附屬設施 以及兩棟大樓還給市政府呢 會不會是我們能夠扮演一定的角色 大巨蛋屬於BOT案 依照契約精神 遠雄巨蛋公司 可以負責整體的營運規劃 並且自訂廠租收費標準 在送台北市政府被插 儘管北市府將蒐集意見 提供遠雄參考 但也說高雄巨蛋屬於自由場館 跟遠雄巨蛋BOT本質不同 言下之意 無權插手廠租收費標準 歌名要想在台北大巨蛋 看看演唱會不止遙遙無期 恐怕也得捏緊荷包 三粒新聞李維廷 到我們捷運特報道